警方新救入三架中国製水炮车,运抵香港 三架水炮车的车身比较小,可以在横街窄巷行走,比较灵活 水力和警队原有的水炮车差不多,会加给基电工程署验收 预计警队明年第一季接收 警方回复查询说,新救比较小的人群管理,特别用途车 是为了在不同环境之下,执行人群管理工作的时候 有多一个装备选项 警方原有的三架外国际水炮车长8米,宽2.55米 可以配备15支不同大小的水炮 在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多次使用